现在我们这个番茄啊 现在花苞已经出来了 马上就要开始进入到这个番茄 大量开始开花 要碰花的一个时期了 从栽上苗 浇完定制水以后 然后到这个番茄 开始开花 在这个时期 特别对于无土栽培这一块 肥料的配方选择是非常关键的 你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 选择那个三个十九的 三个二十的比较多 实际上这种配方啊 是很烂的一个配方 首先第一个呢 磷太高了 需要不了那么多磷 最终呢 可能就会留在你这个机制里面去 造成两三个月以后呢 机制的盐分过高 因为这个番茄啊 对这个磷的需求量啊 在整个生育期当中啊 是很低的 是淡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呢 磷不要太高了 一般像我们用的配方比较多的 啊二十钢十钢二十啊 这样的一个配方 啊 弹稍微高一点 但是呢 用个一四两四三四 随后 这个配方就不能用了 弹太高了啊 弹也太高了 弹太高了 弹太高了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网站 那么用什么配方呢 一般情况下 用十五钢十钢三十啊 这样一个比例的配方啊 就比较好了 所以说呢 一般情况下啊 前行用了两三四啊 这个二十钢十钢二十的配方 后期呢 马上改成一个十五钢十钢三十 这样的一个配方 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随着配比出啊 问题小了以后呢 那么你这个机制当中的盐分就降低了 你好比说现在土壤 为什么说我们都知道啊 土壤越重越差越重越差了啊 盐盐特别厉害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前期实费不科学啊 多年不科学以后造成的最终的盐分积累啊 浇完一次大水以后 把盐分往下压压压压压压压去了 但是呢 随后在这种时候 马上就反上来了 所以说呢 机制在配这些话呢 我们也不能把我们所有的工作 全部放到啊 一坨依赖在这个洗盐这些话 啊 洗盐这话实际上很上根的 所以说前期肥的配方 科学会见低啊 这个无土在位当中啊 这个盐分的积累 好 是